這樣比賽正式開始了 身穿白色球衣衣的是夢想家 那另外一支球隊的就是領航員 外圍先投了一個 永生一開始馬上就有了外線出手的機會 兩隊優勢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大B在進區還是有保有他強勢的攻擊 不過今天在第一局 TERRY全場的是吳永頌 他咬是不是在七底啊 在賽前還說腳還有點不舒服 但今天一開賽火力全開 沒有 他是說腳不舒服啊 手沒問題啊 哇 又轉進去了 在第一節吳永勝得分上雙 左隊一半的分數由他包辦 第一節的結束可能要開放道歉 夢想家本土的周伯承 沒錯 而且在跟他配合色域 現在看一下這一球飛進來了 速度很快啊 吳永勝 吳永勝今天完全變了一個人啊 有時候防守到他的 那個對手也會心很累啊 無端強對出來 最後六秒鐘 這一球吳永勝穩穩命中 哇 那這一球投進之後 比賽可能要走遠了 哇 整個下半場 一球都沒有進 但是在這關鍵時刻送上了致命一擊 86比81 吳永勝在最後的獨秒階段蘇醒 可能要把領航員送進墳墓 其實我覺得現在還有時間啦 23.4秒是足夠的 可能就是要撤擊一波急攻了 再來看一下突然來一個後射步 這一球又是稍微的鬆懈了 因為我們前面有提到下半場領航員針對永勝的擋拆 是中鋒會上來幫忙協防或是後衛球員會跟得比較緊 那這一拍是完全的漏掉空檔給他